各位,每个人是不是都为自己在活? 先不要谈有活有名 有个朋友往前,他说其实人很简单 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问自己怎么活着 活得怎么样 活得满意吗 如果连这个问题都是否定的 如果连这个问题都不笃定 不要他做大事 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讲 修其自评 我想说这个道理 好了,当自己有问题,我们不是强 我们总是有问题 健康的问题,疾病的问题 我们靠医生,有病看医生 这是从小学 从家长可能给大家的一个潜意识的输入 对不对 不见得 那为什么不见得 我们谈到正题了 各位,我一直把这个办在这里 阿佛大学医学院院长 你要去包卫尔教授 你看看他讲的什么 那重点来了 我们讲过 见嫌私情,见不嫌单自情 交错的一半是什么 哪一半错 哪一半会 经事会着分 着事会经分 我们就要很了解 我做得很简单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大家当跟人际共同的时候 或者有一天 人家找你分享 你要讲出的属于人 我们不要随便批评 但是我们一定要 说清楚 讲迷门 而且要合乎人情 合乎潮流 故事下说 要忠可 再有个不可卖花手花品 再有个不可卖花手花品 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农民总理业 传统医学科的教授 传统医学科的创办人 中介宗教授 我们大家都认识 当然也很遗憾 他也往生 人总是有这么一天 不管怎么说 老教授做的 但是他留下来的什么 这我办公室拍的 这是一个 泡茶玻璃 下面呢 点了个蜡烛 那边蹲下 你看看我们中教授 怎么说 他说 水上的冷 如何降温呢 加冷水或者降冰块 水温往上回家 这叫做吸 把火关掉 这叫自然量 没有对错 就是犯法 这个道理呢 大家一听就懂 老百姓一听就懂 我讲到这里 这几句话 我拍下两张 七年 首届的中华自然雨雪高峰困坛 在马来西亚找我 一个机会 我跟马来西亚的卫生部长 还有我们在的那个酒店 三个人 因为大会的前面还没讲 卫生部长还没到他上海 支持的时间 我们就在贵民室里面坐下来 然后呢 酒店老板呢 就跟卫生部长讲 卫生部长叫廖忠来 上一任卫生部长 他是华人 他说这一次的大会 他跟卫生部长接受 就是这位何先生 台湾的这位何社长 就是他着急 他说你要把我 他现在把我够裸的这些 顶尖的学者 请到马来西亚 请他做什么呢 马来西亚分传染性疾病 就是我们讲的 不良生活习惯病 包括癌症在里 非常之严重 马来西亚 由副首相领经 做主任委员 组成一个分传染性疾病 繁殖专门委员会 跨了十个部会 当然卫生部是组织 他说他们是那个 马来西亚心理保护 他说你是能不能好好的 看看找个机会 再打发你找人 有那么一段话 卫生部长就说 就问我了 他说何先生 请教你了 那什么叫做中华自然医学 这句话会得多重要 他说自然医学 又跟现在的医学 有什么差别 这就是我对他 三年前了 我们又讲我讲 因为终结宗教授 你等于是我的老师 我跟过太多了 我细意不懂得就要请 我说我的老师 终结宗教授讲的 不是我讲的 你看多好 这就做引经句 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都还冲的 我就这样子跟他讲 他说非常简单 他说简单一懂 还好 后来他说 那有什么特色呢 大家请你们记住 我说很简单 自然医学它有个主 不管哪个自然医学 它有个要理 上中午三 谁讲的 西班医生 西波克拉迪 讲的不适合用 然后呢 他说什么步骤呢 你看 论之有进 言之有 简便一行 行之有 这就是 我谈到这里呢 我也请大家 这就是我的经验 你不管跟多高生 多有学问的老师 不管他中一系 你能够这样的表达 基本上你四平八卧 那有太多可挑剔 如果他要在挑剔里 可能他就读书TESTS 可能他就缺少禅时解释 甚至缺少知识 很多学问要简单 我们跟曾教授曾教授 那么紧 从他身上 从他的非常多的演讲 当中 这是我的人心 学会了高度归纳 你们去看中国医学 然后会跟你们 中国医学你要读起 头会昏掉 这种 一中经界就 八大步 一中经界是 乾隆皇帝时候做 因为韩国人也写了 一些书拿到乾隆那边来看 乾隆没看 韩国人都可以写这样的书 我们 中也那么大 能量那么多 会不如他吗 所以 前后患就做了一些好事 这一中经界 我讲了这些东西就说 中医的东西 中医的阴阳无限 中医的四载八肝 它是把人类的健康状况 人在天地 人怎么安生立命的那个规律 高度得回来 这是不可变的 前天我们一起跟董医师有机会 跟董医师一起用餐 董医师也在谈 他这一次写了一篇文章 我们会发表 那以后到时候我会分享给大家 中医是有的东西是有可要的 有的是有点实际境 有的是可变 有的是不可变 告诉各位 中医的阴阳五行四载八肝 永远都不可变 但是时代环境的改变 它是可以以实际境的 在树上可以变 也就是说 战略上不能变 战术上当然可以前变万万 这道理 那战术是什么 我想我等一会都把这大肝 给大家做个复习 各位树的部分要和大家去磨去做 但是大盐子大肝你一定要抓住 你抓住了大肝 抓住了大盐子 树差一点没关系 就像我们说的戴来厨师 最起码这个道德操手是很好的 就算它笨一点没关系 笨了可以先飞 情可以来堵捉 但是它道德操手很好 对于一个老板来讲 你应用这样的人你很安心 道理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你到你一个单位 你只要尽忠职守 你只要认真工作 老板也会闪失你的 道理是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吧 好 这个就告诉各位 这就是你只要去抓大盐子 那重点来 你怎么分辨我的东西 是福底抽象 我的东西 凭什么东西 是把火关掉 什么叫做证捉处理 什么叫做辩证论治 我记得 我们一直跟大家谈过一些课词 我们都说对症下药 大家都就得理所谈 对不对 各位 对症下药 对不对 回答一下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啊 讲了一半天 曾老师等课 要好好读一读 对不对啊 对症下药 大家都会讲的 医生也是这么做的 对不对 我一直跟各位分享 只要问对不对 对我好不好啊 这种问题是不可以乱回答的 什么要回答 有待上去 聪明人 你要说看算不夸 千万不要二分法的回答问题 二分法的问题 往往可以不要回答 我问过我儿子呢 哲学性了呢 快毕业了呢 我一看我说 在学白学 这都没办法的事 昨天我还跟我儿子讲 我说好 快毕业了 你们马上面临两条路 毕业以后 要继续读研究所 爸爸没有钱 让你读研究所 研究所的学费 自己出去打工自己处 爸爸有多少钱 跟你一点关系的没有 你去打工 你有困难你可以找我 你到时候赚点学费不够 你来找我 我今天送你去学开车 学费我帮你交 学会开车以后 要买车子自己去转 跟老爸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昨天跟儿子讲 为什么 因为我随便出两个考厅 有点这样 我看看这些小萝卜头 我让他们吃点苦头 是长得大 那个就这样子 那我讲了一半天就是 同样的道理 与学的东西也是一样 辩证论是对症下药 要告诉各位 请大家还记得 如果你们上过课 还记得的话 中国医学家治病 他是因人因时因地 怎么样 这个就回答了 这个不能再看看了 因人因时因地 怎么样 我答案都说完了 叫三因治理 如果学中医 所自然医学 不懂得这个大验证 这就是你说的 我再看看 看什么 看人是地物的不同 结果是不同的 同样一个食物 同样一个疗法 人是地物不同 它结果不同 这就是因人因时因地 要有差别 有用 有点 我下伙论 必不 就是